第2651集 老实说,战地气氛组是真的有点慌了 在得到了尤里乌斯祖传的动力装甲之后 他本以为任务已经结束 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凯旋城的幸存者们 自己便可以攻城身退 回论坛上吹牛逼去了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狂热的凯旋城居民愣是没让他走 还把他架到了执政官的位置上 他觉得这帮家伙一定是疯了 他顶天也就干到了千夫长 甚至都没指挥过两千个人 哪里管得了一个将域横跨 数千万平方公里的幸存者组织啊 然而,其他的威兰特人却不这么想 且不说雷泽和后来找到他的几位大臣 就连一直以来支持着他的战友潘妮 也认真地表示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 军团需要改革 他们需要废除旧的不平等的律法 并制定新的规则 让整座居居地的威兰特人 与其他各族幸存者们团结起来 用潘妮的话说便是 这不仅仅是元帅的遗愿 也是所有受够了万夫长们的谎言的 威兰特人共同的选择 听完他的话之后 战地佬整个人都惊了 好家伙 联盟正统在凯旋城 这姑娘居然比自己这个卧底还蒙 至少他从没建议过 威兰特人模仿联盟的社会模式啊 实在拿不定主意 他最终下线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报告 并通过官网的任务页面 将情报报告给了管理者 希望后者能替他拿个主意 然而令他傻眼的是 等了半天的他居然只等来了一句 以悦 干嘛呀 我靠 坐在电脑前的战地气氛组 瞬间被整不会了 哭笑不得地看着屏幕 这家伙是彻底甩手给自己了呀 说实话 他对军团并没有什么好感 从感情上来讲 他是乐得看见那些愚蠢的 极右分子自讨苦吃的 他们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望之灾 从根源上来讲 都是罪有应得 而那苦中作乐 和打肿脸充胖子的滑稽模样 更是不可多得的乐子呀 不过在经历过那么多次事件之后 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其中确实有许多无辜的人 甚至奋起反抗的人 而那些人 是值得他们去团结的 尤其是想到科尔威 想到叛逆 还有许许多多在旅途中认识的 威兰特人朋友 战地老拿了拿后脑勺 最终叹了口气说道 哎 总不能放着他们不管 房子已经烂掉了 姑且先试着修修屋顶 把坏掉的房梁换掉 让这栋烂屋子至少能住人吧 至于怎么装门和窗户 置办什么家具 以及要不要装修得漂亮点 得先等到把这件事做完了再说 想到这儿 他去论坛上开了个帖子 将自己离开西藩港之后的种种遭遇 来到凯旋城之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以及此时此刻的处境 全都事无巨细地写了上去 由于草点过多 标题吸引眼球 帖子发出去之后不久 整个论坛瞬间沸腾了 尾巴不敢置信地说 我叫 四 穿山甲真到张元帅了 戒烟激动地说 不曾 好厉害啊 思思回复道 这 肉山大嬷嬷说道 大佬 嗷嗷芝麻糊感同身受 感觉遇到这种事情 确实挺让人伤脑筋的 比如突然被当成神什么的 思思回复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一点也没觉得是麻烦 甚至乐在其中 跑来发帖只是为了装个逼呢 原来是这样吗 尾巴吐槽了一句 原来你是这样的穿山甲 战地棋分组回复 什么鬼 我是真心求教好吗 雷电法王杨教授冒了出来 MMP 公厕还没开 都有人混成元帅了 这不学一道 还是人吗 暴龙战士回复道 哎呀 崩了崩了 平衡性彻底崩了 狗刺话 快管管他吧 战地棋分组 无奈回复 卧槽 你怎么见不到人好啊 叶石发了个滑稽的表情 军团正统在联盟石锤了 快进到第一公民 东进吧 元帅 和联盟决一死战 下一步资料片 靠你了 做个人吧 这个时候 方长也冒了出来 成儿八景不开玩笑 你要不 先从文官集团 公民和军队里 挑几个代表出来 开个会 把宪法给起草一下 老白也补了一句 还有想个新名字 别把这事给忘了 泉水指挥官也发表了看法 威兰特行省 威兰特实验室 参考南海联盟 就叫威兰特联盟如何 滑稽 战地气氛组回复道 关于这个问题 我和其他威兰特人商量过 他们的想法 是最好将威兰特人的符号 从新的政权中淡化掉 毕竟凯旋城中 不只是有威兰特人 还有许多 原本不具备公民权的异族 我理解你的想法 但是参考我们在 普罗行省地区的工作经验 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 容易滑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干 能不能说人话 方长老兄说的已经够直接的了 你得动动脑子去理解呀 不能总等着人嚼碎了胃给你啊 客观存在的东西 不会因为忽视而消失不见 虽然军团内部存在一些异族 但威兰特人毕竟占多数 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 我倒建议你不要激进过头 让进步的声音失去支持 况且 威兰特也可以被解释为旧时代行政区化的 并不一定意味着种族 该卖左脚的时候卖左脚 该卖右脚的时候卖右脚 两只脚同时用力向前伸 只会摔着后脑梢 他们已经忍痛丢掉了一个难以割舍的符号 给他们留一个吧 扯了几十楼的蛋 帖子终于正常了起来 而版聊的内容也从乐子人和耿小鬼的玩耿 变成了技术性的交流 一奥兄弟来这里瞄了一眼 但实在找不到插嘴的机会 扔下一句笑 便闪人溜了 倒是杨教授还真像个教授一样 能和这帮大佬们掰扯几句 不过说到具体的治理经验 他就拍马也赶不上了 玩笑归玩笑 以废土翁赖的逼真程度 能在里面管个一两百个NPC 去现实里管个一两百号员工的企业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事实也是如此 牛马集团早就发展成了世界企的企业 在现实中的市值 甚至比在游戏里还高 而在游戏里 方长老兄管过的可不只是一两百号人 虽然管理能力 没法量化成数据 但只要对比一下 他来金家伦港之前 和他来了之后的变化 便不难从中窥见一斑了 这些经受过实践考验的经验 比任何头衔都靠谱 相比之下 战地气氛组在这方面的能力 确实弱了一些 不过这些其实都是小问题 有以往的经验可以参考 而且还有这么多可靠的好兄弟帮着忙 他就算没法呈现有李乌斯的荣光 也保底不会比瞎折腾的乌驼做得更糟 将要点记在了笔记上 靠在椅子上的战地老长出了一口气 军团的解体是一定的 这不仅仅是有李乌斯的遗愿 同时也是全体威兰特人的遗志 不过内战却是可以避免的 要做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 队内他需要联合文官集团 修订新的宪章 并从公民中选拔代表 扶持新的利益团体 制衡最先战队的文官集团 除此之外 他还需要妥善利用禁卫军 这个有李乌斯元帅留给他的最后的遗产 维持凯旋城以及周边区域的秩序 在禁卫军追随有李乌斯元帅的脚步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前 完成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 至于对外 他需要一边加强凯旋城和学院联盟企业 以及大猎股之间的交流 让威兰特人重新融入世界 一边平衡四个逆子之间的矛盾 避免内部的矛盾继续激化 将笔记过了一遍 重新振作起来的战地佬 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拿起桌上的头盔 就在他正打算回到游戏中的时候 却见官网页面右上角的任务栏 多出了一颗小红点 他抓起鼠标点开一看 却惊讶地发现居然是管理者发来的消息 在那条以悦的后面又多了一行字 恭喜你 你已经领悟了自己的使命 看见这行字 战地佬心中一阵感动 果然 管理者并没有忘了他 那位大人的心中还是有他的 想到自己这三年是怎么过的 他心中顿时情难自已 情不自禁伸出那管不住的食指 在键盘上敲下了两个字 以悦 敲下回车见得他顿时神清气爽 念头通达 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回答了 另一边 联盟的十号定居点 看着战地气氛组回复的以悦 楚光哈哈笑着 关掉了悬浮在面前的全息视窗 将手中的全息电脑笔搁在了一边 这家伙还开始玩我的梗了 看来是想挨一刀了 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 不过摸着良心讲话 他还真没改过哪个玩家的暴率 服务器里确实有一些运气爆表的欧皇 次次抽中投奖 但抽奖用的函数个都是真随机 和他这个策划真没啥关系 这帮家伙纯粹是给惯的 剧情NPC死了怪他 任务玩独子了怪他 小弟弟掉了怪他 拉不出石也怪他 玩不起就别PVE 自己耍单机去呀 趴在楚光的肩膀上 检索着官网论坛信息的小七 忽然发出了一声悠悠的轻叹 啊 总感觉怪可惜的 横跨三千万平方公里 囊括十数个繁荣纪元行政区的庞然大物 就这样崩塌了 虽然他并不喜欢军团 但却从尤里乌斯元帅的身上 看到了主人的影子 虽然现在的他还很年轻 但总有一天 他也是会老的吧 包括联盟也是如此 那是所有有机体最终都摆脱不了的宿命 无论他多么希望能一直陪在他的身旁 直到所有的恒星熄灭 宇宙热记 不过 楚光对于小七的那声可惜 倒是没有领悟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只当趴在他肩膀上的小精灵 是在惋惜军团以及尤里乌斯元帅的命运 那其实没什么好惋惜的 列车总会到寨 就像他的小玩家 不可能永远待在新手村里陪他玩泥巴一样 或是在遥远的未来 他所熟悉的联盟 也会变成令他陌生的模样 与其说军团的解体令人惋惜 倒不如说这个庞大而畸形的野兽 能维持一个半世纪不倒 反而更像是一个奇迹 他就像一头已经物理死亡的怪物 四肢早就不听大脑的使唤了 南边想要更多的土地 西边想要独立 东边只想闷声发大财和种地 北边不知道在北极圈里搞什么东西 相比之下和他最神似的蒙古帝国 也只维持了53年而已 之后便是四大可汗的时代 伸手摸了摸小七的脑袋 楚光用很轻的声音说道 军团不可能陪伴威兰特人一辈子 他的大县已到 仅此而已 不过想想确实令人感慨 一直以来 在联盟的社会思潮中 占据主流的激进派 在撞见了婆罗行省的老宝们之后 被他们堪称行为艺术表演 教育到怀疑人生 思潮渐渐发生了右转 而一百多年来 一直坚定不移站在最右边的军团 在一只脚陷入了婆罗行省的泥潭之后 居然爆出了大量的左派 命运这玩意儿还真是个难以琢磨的东西啊 就在这时 房间的外面传来脚步声 趴在楚光肩膀上的小七 很懂事地跳回了鼻筒里 听到门口传来的敲门声 楚光清了清嗓子 说道 请进 从门外进来的是吕北 那小伙子脸上带着振奋的表情 右拳搁在胸口 恭敬地行了个军礼 先生 我们的情报系统 刚才接到消息 凯旋城发生事变 南方军团的军团长提尔 发表公开讲话 怒斥凯旋城居民 背叛了前线将士 以及全体威蓝特人 还指责文官集团伙同禁卫军 才是害死尤里乌斯元帅的袁秀 并且伪造了尤里乌斯元帅的遗言 具体的消息还在调查中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军团的内部发生了内后 南方军团企图将凯旋城 拉进战场的计划 彻底破产了 听完吕北汇报的消息 楚光脸上没有任何的意外 其中一部分内容 他已经通过论坛了解了 甚至比禁卫兵团调查到的 还要清楚 至于南方军团的反应 也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赌徒书红了眼 开始玩不起了 不过以他们现在的条件 估计也只能放放嘴炮 过个嘴瘾 大概是没有余力 进军凯旋城平叛的 其他几个军团呢 吕北继续称报道 西方军团撤走了部署 在波罗海的舰队 东方军团正在向我们的边界上增兵 不过没有进一步动作 至于北方军团 具体的情况还在侦察中 不过从我们已经搜集到的情报中 并没有看到任何大动作的迹象 楚光点了点头 西方军团大概是为独立做准备 至于东方军团 芭城也是一样 不过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历史恩怨 那个萨伦估计是担心我们趁乱偷袭 我们这边按兵不动 不主动挑衅 盯着他们在边境上的部署就行 楚光见过东方军团的军团长 那家伙是个很典型的寡头式军主 那种家伙虽然狡猾 但对外的野心 其实弱于对内的野心 只要内部的利益集团 不把他逼得太狠 这家伙自己是更倾向于守城的 对外的威胁并不大 毕竟能闷声发大财 为什么要赌呢 这一点从他们逼死山穷水尽的格里芬 出卖整个东阔派就能看得出来 而如今东方军团的地主们 靠着和东方世界的贸易 已经尝到了甜头 就不太可能主动打破 双方之间的平衡了 否则 他们赚了那么多的银币 去哪花呀 至于凯旋城发生的巨变 搞不好正中了 那个叫萨伦的军团长的下怀 当然 为逝去的军团 掉几滴眼泪还是必须的 否则怎么体现他的忠诚呢 楚光忽然有点期待 这位军主的表演了 希望大裂谷的首席先生 没有漏掉他的邀请汉 第2653集 威俄森严的水泥堡垒 宽敞空旷的大殿内 冰冷的石阶上 铺着红色的地毯 这里是位于诺顿城 正中央的诺顿堡 众万夫长议事 以及举行 司仪祭司活动的地方 在诺顿 形成的古典民族语言中 诺顿 几位征服的意思 东方军团在占领这里之后 为纪念尤里乌斯元帅 修建了这座名为诺顿的军事堡垒 而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这座坐落在平原上的堡垒 逐渐发展成了一座 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型聚居地 这里不但有整个军团 最历史悠久的军事 以及工程技术院校 同时也是东方军团的首府 以及整个军团 最恪守传统的地方 当然 现在说这些有些扯远了 此刻 一群穿着金黄色盔甲 披着星红色披风的威兰特人 正手持着蜡烛 面朝着足有十米高的 尤里乌斯元帅全身像 神色庄严而肃目地 在心中诉说着对于他的敬仰 那金灿灿的颜色 和星红色的披风 看着与丧事似乎不怎么贴切 然而却是威兰特人 独有的悼念方式 并是最高规格的礼仪 一切都因为 他们的元帅曾经说过 不必为死亡感到恐惧和悲伤 那是所有生命最终的归宿 如果有一天我就此长眠 你们应当穿上 金黄色的盔甲 和星红色的披风 高举火炬为我送别 将鲜花洒向我 就像欢呼我的凯旋 或许当时尤里乌斯 只是兴致来时随口这么一说 但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威兰特人都是这么举行葬礼的 直到后来凯旋城出了几次火灾 当地的幸存者们 才将手中的火把和鲜花 中和了一下 换成了炙热而不失温和的蜡烛 至于穿戴黄金铠甲 和星红色的披风的传统 则保留了下来 甚至根据黄金铠甲的重量 以及黄金的纯度 都有相当的讲究 一般而言 人们使用的祭祀器皿的价值 是与被埋葬者生前的荣耀成正比的 也正是因此 在这里悼念尤里乌斯元帅的众人 几乎是人均扛着200公斤的铠甲 在不使用外骨骼的情况下 恐怕也只有武德充沛的威兰特人 能扛得起这么重的贺载了 站在众人的面前 披着黄金铠甲的萨伦 神色庄重而肃穆 将手中那只纯金打造的竹台 轻轻放在雕像前的石阶上 到此刻为止 仪式已经进行了一半 接下来就是万夫掌门陆续上前 竹台放在雕像前 为尤里乌斯大人守灵 直到所有的蜡烛熄灭 萨伦安静地退到了一旁 轻轻活动了一下 被黄金压得有些发酸的肩膀 就在这时 一名心腹走到了他的身旁 压低了声音说道 联盟的边境上没有动作 还是和之前一样 不过彼斯特阵的表现 有些紧张 包括密欢王国的部队 也都集结了起来 萨伦微微偏了一下头 用很轻的声音说 不用打理他们 继续盯着联盟的动作就好 无论是彼斯特阵 还是密欢王国 对于东方军团来说 都不过是只蚂蚁罢了 看来联盟猜到了他的意思 而且也确实 没有趁火打劫的意图 只要将部队全都调到东边 凯旋城的变革 就能不受干涉的影响了 而到时候他们也能顺理成章的独立 甚至还能和老东家凯旋城 维持不错的关系 毕竟那里是威兰特人出征的起始之地 他也不太想和老家的伙计们 把关系闹得太僵 不打内战 对各方而言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毕竟时至今日 仍然有不少威兰特人 将凯旋城当作是精神故乡 哪怕他麾下的许多万夫长 也是一样 虽然在葬礼上露出笑容不大合适 但他的嘴角 还是不由轻轻翘起了一丝笑意 果然 和聪明人下棋总是很愉快 站在一旁的心腹压低声音 继续说道 还有一件事情 南方军团派来了使者 萨伦随口说道 把他晾一会儿 那心腹迟疑了片刻 低声继续说 可是 来的是提尔军团长的使者 他带了及时通讯设备 并且自称 他代表的是提尔本人 听到这句话 萨伦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 让他在侧殿等我 心腹恭敬地说 是 城堡一侧的殿堂内 一名风尘仆仆的使者 正站在门旁不远 看他从门外走进来的萨伦军团长 他连忙攻身行礼 然而大步流星走到他面前的萨伦 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将他手中的银色托盘 夺到了手中 按下按钮丢在一旁的柜子上 淡蓝色的光芒在房间内显现 很快 一道恐无有力的身形 便出现在了他的旁边不远 那正是提尔的全息影像 看着身穿黄金色铠甲的萨伦 提尔明显是愣住了一下 你在搞什么 萨伦张开了双臂 理所当然地说道 如你所见 和凯旋城的兄弟们 一起当年有礼无私远率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又在干什么 见他这副气定神贤的模样 提尔的心头不禁窜起了一团怒火 这家伙还有心情半葬礼 现在不只是联盟和企业 就连大猎谷的根屁虫 自由帮都宣布与南方军团 进入了战争状态 原本看着东方军团终于硬了一回 将作战部队调遣到了 大荒漠东边的猎鹰城 他还以为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机 结果等了半天 也没瞅见这帮家伙有进一步的动作 这些部队就像是摆设一样 害得南方军团上下白高兴了一场 不过想到自己毕竟是求人的立场 提尔还是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只是用强硬的措辞质问的 现在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萨伦笑着看着他 那饶有兴趣的眼神 就像在看一个滑稽的小丑 换作是以前 他还需要假惺惺地维持一下双方之间的体面 但现在两边早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他正打算开口奚落这家伙两句 结果没想到 这个提尔军团长却先踏一步开了口 听着 我们的军团正面临前所有的威胁 凯勋城落在了一族人的手上 而我们的手足正身险战争了泥潭 如果这时候我们在心存嫌隙 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们 只不过是多了个一族人执政官 瞧把你给吓了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吗 萨伦嘲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 慢条思理地继续说道 至于泥潭 难不成是我把你推进去的 提尔瞪圆了眼睛 你 够了提尔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不过我可不会上你的当 萨伦的脸上带着失望的表情 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兴趣 我姑且不说新大陆的朋友们 我就问问你好了 退一万步 我挥师前进 拿下了凯旋城 恢复了你所谓的正动 你会承认我是军团的元帅吗 提尔一时间语色 正要开口 却被萨伦抬手打住了 不必回答我 你心里很清楚答案是什么 甚至不只是你 新大陆的朋友 和北边的朋友也是一样 元帅只有一个 那便是有理无私 而如今他已经死了 不会再有了 顿了顿 他又用冷漠 不带一丝感情的语气 补上了一句 军团已是历史了 邋遢下水 想都别想 撂下这句话的同一时间 他走到了柜子的旁边 关掉了那银白色的圆盘 淡蓝色的全息光束 迅速收缩成了一条线 随后从空旷的房间里消失不见 将东西丢回到了使者的手上 见后者半天没有动 萨伦不耐烦地呵斥道 你还在这儿等什么 等着我请你吃饭吗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那使者心有不甘地低下头 不过最终还是转身离去了 第2654集 目送着那使者离开的背影 萨伦嘴角不禁翘起了一丝嘲弄 然而没多久却又皱起了眉头 有点不太对劲 这家伙不太像他认识的那个提尔 至少在他的印象中 提尔不是那种会低头求人的家伙 甚至别说低头求人了 那个沉默寡言的家伙 居然耐着性子和他讲道理 这听起来就像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一样 不过萨伦倒也没太往心里去 毕竟人总是会变的 没准那家伙真被逼急了呢 轻轻活动了一下发酸的肩膀 他昂首阔步地回到了城堡的大殿内 陆续上前的万夫长已经完成了仪式 只见那十余米高的巨型雕像之下 摇曳着一颗颗明亮的烛火 葬礼已经进入了后半段 等那烛火熄灭 他们便算是彻底送走了 尤里乌斯大人的阴魂 萨伦最终还是没有如楚光猜测中的那样 挤出几滴假惺惺的泪水 不过他还是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带着悲悯的表情 走到了那烛火摇曳的雕像之下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 无限光荣的尤里乌斯大人 感谢您赐予您的子民无尽的面包 牛奶和土地 我们会牢记您的教诲 带着您教给我们的忠诚与勇敢 一如既往地前进下去 作为东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与首相 我会肩负起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愿您的阴魂在光荣院永恒安详 您的孩子将永远记得您 宣布独立的不只是东方军团 或者说新成立的东帝国 就在凯旋城宣布 将于三日后举行 尤里乌斯元帅陛下葬礼的同一时间 北方军团与西方军团 也相继宣布了独立 前者成立了北方帝国 拥护沃特军团长为皇帝 而后者则成立了新大陆联合邦 由公民大会与护民官 一致任命军团长庞培 担任首相以及第一公民 到此为止 军团已经名存实亡 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已经列成了数块 而在那群忠不可言的万夫长中 却连几个怀念他的人都找不到 毕竟他们效忠的 从来都只是尤里乌斯元帅 一个人而已 连尤里乌斯元帅都在遗言中释然了 他们自然也没有了 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更何况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 他们早就已经受够了这份冒合神离的别扭了 虽然凯旋城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但从执政官以及各派系达成的初步意向来看 宣布威兰特联盟正式成立 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 到头来唯一没有动作的 似乎只剩下了南方军团 除了对凯旋城叛徒的谴责之外 南方军团当局便再也没有任何动作 显然 一门心思扑在婆罗行省这张堵桌上的他们 压根就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更没有想到 其他三个军团放下的竟然如此决绝且彻底 事到如今 这辆狂飙的列车上 只剩下了他们自己 而与此同时 碧波浩荡的婆罗海西侧 一艘艘漆黑色的登陆舰 正在南海联盟舰队的护送下 朝着婆罗海的西侧破浪航行 那塞满了一艘艘登陆舰的部队 正是企业第一百山地师 此前参与过火炬之战的他们 是企业为数不多的战斗精英 如今南方军团发射的核弹彻底触碰了 理想城的逆临 即使是理事会上坐在最左边的端点集团的理事们 也不会再谈什么以和为贵了 他们会用最彻底的办法 让那群呲牙咧嘴的野兽屈服 摇晃的船舱内 坐在座椅上的唐峰正调试着身上的外骨隔装甲 并试着与身后背包里的三架单兵无人机建立连接 并测试了数据端口的正常 自从与火炬教会的战斗之后 理事会对他们的装备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 如今的他们已经不只是武装到了牙齿 而是变成了彻底的战争机器 毫不夸张地说 以前的他们还需要架起枪口瞄准一下 现在的他们只需一个念头 便能将对手杀死 当然了 这只是理论上 到了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 坐在唐峰的旁边 一名嚼着口香糖的士兵忍不住咧了咧嘴角 没想到有一天 我们会和昔日并肩作战过的朋友交手 唐峰没有说话 倒是队伍里的机枪手插了一句嘴说 南方军团和东方军团还是有点差别的吧 坐在众人对面的另一个小伙子开口说 就像联盟和南海联盟 一旁的士兵笑着说 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 众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驱散了那船舱的压抑的气氛 这时候 一名军官踏进了船舱 插入了这群小伙子们的话题 正是因为我们曾经并肩作战过 所以当我们的朋友掉进了沼泽里 我们得伸手 把他们从烂泥巴坑里拉出来 一名士兵笑着举起手 你说得对 长官 但我就想问一句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自己滚出来 因为再等下去 我们会被他们弄得一身的泥 下次再插嘴 记得打报告 否则我就让你从这游过去 那军官狠狠地瞪了那话多的家伙一眼 接着看向船舱里的小伙子们 用红亮的嗓门继续喊道 好了 小伙子们 闲聊瞎扯到此为止 联盟的丛林兵团 和威兰特人远征军的第一师 已经瓦解了永夜港港口区域的防御 并替我们拿下了登陆的码头 他们用一个式的兵力 替咱们组组顶了五个式的反攻 这帮家伙是群狠人 但现在该换真正的狠角色上场了 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登陆之后 立刻打开你们的战场指引系统 配合我们的自行装甲 沿着进攻路线 向前推进 推进 再推进 直到将那群恶魔 送回地狱 第2655集 兄弟们 为了管理者 为了联盟 冲啊 浩瀚无垠的海面上波涛汹涌 碧波之上的天空 同样是一片鸡里呱啦的叫喊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与蚊子老兄 在通讯频道中炸卖的吼声 一架架飞机犹如蝗虫一般 朝着永夜港的方向扑了过去 整个攻击编队有两部分组成 巡航在云层之上的第一编队 主要是装备有等离子体引擎的次世代战机 其中以L-10雷霆为主 P-2闪电次之 任务主要是压制敌方机场 以及和今天的配刀喷气式战斗机争夺制空权 至于第二编队 则是以地精兵团的W-4战斗机为主 执行对地支援任务 W-4是地精兵团根据婆罗行省的战况设计的 最新款螺旋桨战斗机 其外形酷似L-11 装配有两艇20毫米航空机炮 机翼可根据作战任务不同 挂载制导与非制导式火箭弹 以及航空炸弹 不过这飞机的外形虽然是经典款的复古造型 但其动力部件和武器系统 以及基载雷达 却是由地精科技的工程师重新设计 动力源更是采用了 里斯特集团生产的最新型金属氢燃料电池 事实上随着一系列高科技的改良 这一玩意儿的战斗效率虽然上升了一个台阶 但性价比已经远远不如飞行木棍W-2了 不止如此 由于更快的航速以及机动性 W-4对飞行员的要求也跟着水涨船高 也正因为诸如此类的理由 这款机型大概会成为地精科技设计 并量产的最后一款螺旋桨飞机 再往后 那就是等离子体引擎的时代了 也许为了不留下遗憾 文子老兄将垂直起降的雷霆 以及速度更快的闪电战斗机 都让给了地精兵团里其他更优秀的飞行员 自己则又坐上了那复古造型的老爷机 带领兵团的新老菜鸟们 发动了地精兵团的招牌式冲锋 看到那蝗虫一般扑上来的鸡群 负责镇守永夜港的南方军团军官们全都傻了眼 这帮家伙就像水蜘蛛一样 突然从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蹦了出来 而在此之前 他们的雷达上连只烧大点的鸟儿都没看到 不少人都第一时间地想起了联盟的前母 那东西据说能带着飞机从深海里突然钻出来 并且曾在南部海域的内战中大战拳脚过 然而如此短的时间 便完成了所有军事以及后勤调度 这恐怖的作战效率 着实让在场的内航们都是一阵心惊肉跳啊 最先反应过来的城防军指挥官史丹福当机立断 一把抓起通讯器吼道 恶单位进入战斗状态 第二航空编队立刻起飞接敌 是 听着通讯频道内传来的干净利落的回答 史丹福总算松了一口气 抬起胳膊抹了一下额前的汗水 然而看着雷达屏幕上一颗颗高速接近的绿点 他的心脏还是忍不住狂跳了起来 这么多的飞机 看来联盟为这次战略轰炸是下了血本了 虽然其中多半都是螺旋桨 只有极少数是比较难搞的等力子体引擎 但以永夜港的空军以及防空力量 想要将他们全部击落还是有些困难的 他现在只希望永夜港的战略设施能少受点损失 不要影响到了前线的后勤 此时此刻的史丹福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更不知道南海联盟的舰队与企业的远洋登陆舰已经在路上 甚至就连几方舰队已经在塞里克岛附近海域 全军覆没都毫不知情 南方军团总指挥部封锁了所有对提尔军团长统治不利的消息 以至于各级部门对于自己所处战区之外的情况 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听到看到的与实际发生的 就像两个完全不相交的平行世界 若是在前线 这种情况会更加的明显 譬如在吉普森万夫长麾下与蛇州游击队交火的士兵 听到的版本甚至可能是 提尔军团长的大军已经在薯条岗登陆 活着了正在酒吧里喝得烂醉的南海联盟总统 联盟管理者血性求饶 但被拒绝 婆罗国统领阿布赛克已经偷偷跑路 信息战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类似的情况也不只是南方军团 东方军团的东阔派在洛霞之战时也用过 不过连万夫长以上的级别都被装进了检防 这种情况确实很罕见 但也足以说明 南方军团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连万夫长这个级别的人 都决定不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知情与否确实已经不再重要了 反而会图天不必要的苦恼 毕竟如果让史丹福知道 自家的主力舰队已经全军覆没 企业的陆军已经跟着南海联盟的海军 杀到了自家门口 并随时准备登陆 很难说他是否还能提起勇气抵抗 亦或者直接倒戈投降 随着战斗命令的下达 一架架飞机迅速从永夜港的机场紧急升空 而与此同时 已经被调去西班港的喷气式飞机 也陆陆续续的起飞 赶往永夜港的方向 机炮的轰鸣几乎和永夜港的防空警报同时响起 一道道夜光在空中交错 煞时间晴空万里的天上 仿佛下起了死亡之雨 虽然交战双方刻意回避了人口聚集的街道 但还是时不时有榴弹落在街上 那可是20毫米的航空机炮啊 别说被蹭着一下 就是机炮撞击地面建设的碎片 都足以刮到一片毫无防备的平民 对于婆罗国天都的幸存者而言 见惯了空袭的他们早已见怪不怪 但对于永夜港的居民们而言 这场面却还是头一回 那绽放在天空的火焰和一团团坠落的黑烟 简直就如地狱降临一般 街上的人们尖叫着奔跑 有的跑向了家中 有的跑向最近的防空掩体 慌乱的不只是平民 永夜港的官员们也是一样 对那突然发生的战事一脸懵逼 比起前线的真实情况 他们知道的甚至还不如那些 就待在军队系统里的万夫长 譬如亚辉 直到数分钟前 他还在为市政厅的人事安排 以及后勤补给的压力 抽得焦头烂额 结果一眨眼的时间 防空警报就响了 起初他还以为是搞什么演习 直到一颗颗 有远及近的黑点 倒映在了他的办公室的窗户上 他才如梦初醒地回过神来 见鬼 这帮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失声尖叫着离开了窗边 脸上写满了惶恐和难以置信 以至于连声音都走了样 也就在这时 慌乱的脚步声 匆匆地闯进了办公室里 出现在门口的秘书喘着粗气 脸色苍白 上气不接下气地颤抖着 像总督府这样的行政单位 从来都是空袭打击的首选目标 如果只是轰炸倒还好 但这电闪雷鸣的架势 他总觉得不像是空袭 更像是还有后手 听到秘书的声音 雅辉总算是稍微冷静了一些 连忙抢到了门边 两人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赶往了距离总督府 最近的地下掩体 空中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互相撕咬的飞机 就像你追我赶的骑兵 在苍蓝的荒野上 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厮杀 起初在地面防空火力的支援下 永夜港的空军 还稍稍扳回了一些优势 然而随着几发远远飞来的战术巡航导弹 突破反导系统的封锁砸进城内 将几架防空炮和导弹架炸成了废渣 原本大战拳脚的地面防空火力 瞬间眼齐吸鼓了下来 空中的战斗暂未分出胜负 另一场战斗却又拉开了帮目 就在城防军被突如其来的飞机 打得措手不及 忙着维持秩序和疏散人群的时候 人影稀疏的港口码头边上 忽然浮起了一只只圆溜溜的头盔 他们就像潜伏在潮汐中的幽灵一样 仿佛一个波浪便将他们推到了岸上 除了一台台经过拳风壁式改装的 K杠石铁壁外骨阁 跟随丛林兵团一同上岸的 还有数十只足有四米高的 帝王蟹水陆两栖全地形步兵装甲 站在港口上的警卫惊恐地看着 那一个个身形巨大的怪物 只感觉双手双脚就像灌了千式的僵硬 压根动弹不了 甩掉挂在胳膊上的湿漉漉的海草 午夜杀鸡大不留心地走到了 距离最近的一名警卫面前 爽朗地冲他笑了笑 最后摘掉了他手中不断颤抖的小水管 扔到了一边 这玩意儿对我没有 比难去吧 看着那汗在胳膊上的炮管和炼锯 那警卫脸色苍白地说不出一句话 整个人就像是傻掉了似的 午夜杀鸡没有理他 只是冲着身后的玩家挥了挥手 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正规军 港口军的警卫根本没有半点抵抗的能力 虽然也有一些威兰特人勇敢地向他们开火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甚至没能刮掉帝王蟹装甲上的一片漆 便被那挂在螃蟹钳子上的二十毫米鸡炮 连人带墙烘成了碎片 投降的警卫被玩家们赶去给那些不开眼的家伙收尸 看着那废墟下脱出来的碎肉 纵使是上过战场的老兵也为了一阵抽动 而那些没上过战场的小伙子 更是有得稀里哗啦地吐了出来 虽然大多数威兰特人都很勇敢 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 况且真正勇敢的人早已领教过了南方军团的铁拳 剩下的要么是沉默着的 要么便是隐忍着的 亦或者彻底无知的 指望他们为镇压过他们的提尔军团长献出生命 倒不如指望他们别在关键的时候添乱 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 港口区的警卫大多都放弃了抵抗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一千名武装到牙齿的钢铁肌肉老门 便全部顺利登陆了港口 和当初燃烧兵团进攻金家伦港时一样 他们先是控制了警局 接着攻占了距离最近的军火库 打退了赶往那的民兵 不费吹灰之力便瘫痪了整个港口区的防御 至于他们是怎么知道军火库在哪儿 其实也很简单 威兰特人远征军里 有不少好兄弟都曾经是永夜港的居民 甚至不只是居民 其中还有海关系统 后勤系统 以及从前线退下来的老兵 他们提供的不只是情报 而且还选择和丛林兵团的玩家们并肩战斗 就在丛林兵团的玩家们登陆之后不久 他们便乘坐一艘艘登陆艇也登上了港口 并以营为作战单位迅速填满了 丛林兵团兼顾不到的防区 直到这时 呈防军的长官史丹福万夫长 才猛然间回过神来 这他妈的压根就不是什么报复性的空袭 而是在空中力量掩护下的登陆作战 不过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港口区的码头已经彻底落入了联盟的手中 对于永夜港的守军而言 这不仅仅意味着 他们被切断了海上的补给 同时也意味着 联盟的军队将源源不断地登陆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史丹福彻底慌了 立刻将城防军第一万人队 调遣到了港口附近的城区 并命令前线指挥官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港口 虽然直到此刻 他也没有听到半点关于自家主力舰队 以及西方军团舰队的消息 但联盟的地面部队都开到了脸上 就算他再蠢也意识到出大事了 随着一道道命令下达 城防军的士兵迅速从城中各地 朝着港口的方向集结 那一张张铁青的脸上神色各异 有愤怒着的 也有惊恐着的 不过无论是怎样的表情 这次他们面对的都不再是手无寸铁的同胞了 另一边 登陆港口的联盟部队 已经制定了下一阶段的进攻计划 伍耶沙基打算将一部分人留在港口 守住重要的码头 掩护企业的友军登陆 同时分出一部分人 进攻位于西北部城区的广播站 根据威兰特人远征军士兵的说法 那里的信号塔能够覆盖整个永夜港 其中一名叫库鲁安的军官向他表示 只要拿下了那座广播站 他便能设法获得聚居地中绝大多数幸存者的支持 并且瓦解剩下守军的抵抗力量 和其他几名玩家商量过之后 伍耶沙基觉得这个办法值得一试 便派出了团里的伏地劳模 并给了他一个连的弟兄 以丛林兵盘的实力 这一个连的兵力 足以当成一个加强营来使了 除此之外 跟随丛林兵团一同登陆的 威兰特人远征军 也分出了一个营级作战单位 负责担任向导 以及在中等距离提供火力支援 接到任务的伏地劳模 顿时精神一震 立刻招呼着弟兄们行动起来 虽然他在兵团里 算是比较狗的那种 但那也是和兵团里 其他喜欢冲上去肉搏的弟兄们比 和擅长打防御战的风暴兵团不同 丛林兵团的力量系肌肉老们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莽夫 不怕死的程度 仅次于连经验值都不要了的死亡兵团 比起坐在龟壳里防御 当然还是紧张刺激的巷战进攻 更让他热血沸腾 兄弟们跟我上 争取在文字那边分出胜负之前 把这块巨基地拿下 看着在通讯频道里大呼小叫的劳模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新团员 嚷嚷着喊道 哥 钱还没登陆呢 我们不是去拿西北部城区吗 伏地劳模哈哈一笑 通讯频道内传来士气高昂的回声 分配完各自任务的各个小队 在有军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杀出了掩体 第2657集 两辆帝王蟹两栖装甲率先杀到了宽阔的主干道 凭借着灵活的激动 一个闪身便避开了急驰而来的火箭弹 不等守在街道另一头的南方军团士兵回过神来 其中一台帝王蟹干净利落地向前一个跨步 直接冲进了扛着火箭筒的反坦克兵的安全距离范围 接着一钳子将人挑飞去了十几米开外 躲在掩体后面的士兵都被这突如其来冲到面前的怪物吓傻了眼 谁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灵巧 没想到他居然会脱脸 守在一旁的侦察车疯狂地向后倒退 焊在车顶的二十毫米重击枪突突突地开火 试图通过急火射击打断着机械螃蟹的腿 然而这番举动显然没能逃过身经百战的驾驶员的法眼 操作帝王蟹的玩家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几个跨步便追上了那辆疯狂倒车的侦察车 又是一钳子甩出去 直接将那辆数吨重的侦察车掀翻了过去 面对着崔枯拉朽一般的攻势 守在掩体后面的城防军士兵全都蒙了 别说他们本来就不是一线作战部队 就是一线作战部队都未必见过这般的阵仗啊 不过他们的战斗意志和素质 到底是比西兰帝国的城防军强得多 而威兰特人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 也确实强于大多数普通的废土客 倒不至于因为一次挫折就丢亏气甲地逃跑 一名南方军团士兵取出了弹药箱中的炸药包和雷管 用吼声驱散了恐惧 不顾一切地冲向了正在大杀特杀的帝王蟹装甲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 炽热的冲击波将他整个人炸成了一片血雨 但同时也炸断了那台帝王蟹装甲的两条蟹腿 挨了一击的帝王蟹身子一矮 前肢咯吱一声 关节处在了地上 那剧烈的震动将驾驶舱内的玩家震得头晕目眩 恍惚了两秒才回过神来 看着周围向他急火的南方军团士兵 他一边抬起蟹前护住动力部件 一边架起汗在钳子上的二十毫米机炮 突突突地扫射 路边的房子被他打没了半面墙 一名扛着火箭筒的士兵 刚对准他就被碾成了碎肉 短兵相接的厮杀确实过瘾 坐在驾驶舱里的玩家只感觉肾上腺素飙升 非但没有因为身陷重围而恐惧 反倒是兴奋的大呼过瘾 然而兴奋归兴奋 包围他的到底是一整支百人队 而他的双前也终究难敌上百只手 面对那四面八方射来的子弹和时不时加载其中的火箭弹 那操作面板上红灯闪得就像灯笼一样 直到这时 他才终于感到有些慌了 冲着通讯频道喊道 妈的 老子中弹了 快来落我一把 通讯频道里很快传来队友的声音 操 谁让你抽那么钱啊 等着 赶紧的别废话 他的话音还没落下 一发反装甲火箭弹便轰在了驾驶舱的上方 炙热的金属射流瞬间灌入 轰没了他半个身子 看着那台不再动弹的铁疙瘩 南方军团的士兵发出了劫后余声的欢呼 然而还没等他们清点自己这边的伤亡 紧接着又是一台同款的帝王蟹 在十数台外骨骼的鞋铜下杀到了他们的面前 看着那群杀气腾腾的家伙 几乎所有人都不禁心头一颤 而接下来的战斗也没有任何的悬念 守在街道入口的百人队几乎是被单方面的碾压 不过值得称道的是 这群疯子们和玩家们一样杀红了眼 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投降 察觉到了联盟部队向西北部城区进攻的意图 坐镇指挥的军团千夫长飞南 将通讯器抓在手上 对着通讯器大声地吼道 这里是第十一千人队 敌人正在向西北部城区进攻 我们被联盟的两膝装甲压制 前线需要坦克增援 短暂的电流音之后 通讯频道中还算迅速地传来回复 只会不收到 第二十七装甲部队正在向你们的方向支援 我们这就把他们的通讯传给你们 务必坚持住 听到装甲部队正在赶来前线的路上 飞南的心中终于稍稍安定了下来 那六条腿的铁螃蟹看起来确实吓人 但其实也不过是借助了城市地区复杂的地形 连单兵携带的破甲弹都能打穿这玩意儿 想来撞上正儿八经的坦克也就一炮的事情 对于征服者五号坦克的穿身 他没有丝毫的怀疑 就算那玩意儿只是个轻坦 也绝不是一台所谓的单兵装甲能挡住的 然而就在他如此想着的时候 空中忽然传来一声锐利的煎嚎 那声音既像是拉长的防空警报 又像是死神的尖叫 他猛地抬起头 却正好看见十数架飞机朝着城区的方向俯冲过来 地面的防空机枪仓促开火 然而那飞向天空的夜光 就像被风吹乱的羽毛一样 连那飞机的影子都没刮到 飞南眼睁睁地看着那十数架飞机扔下了炸弹 接着距离不远处的街区 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天空中隐隐飞过了一只被炸飞的炮毯 飞南的脸上也在同一时间浮起了绝望 片刻地等待过后 通讯频道里传来了半死不活的喘息 这里是第二十七顿 我们早已空袭 庄稼部队损失惨重 没法去帮你们了 联盟怎么可能炸得这么准 难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渗透到了防线的后面 飞南脸上的表情已经从绝望变成了崩溃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 联盟的人早就已经渗透进了城里 甚至于早在这些部队登陆之前 他们就已经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则是他们长久以来忽视的那些人们 面对着丛林兵团的猛攻 他的部下在没有装甲支援的情况下 承受着越来越高的伤亡 而防线也终于渐渐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虽然地面上的战况依旧焦灼 但天空中的战斗却已经分出了胜负 随着南海联盟驱逐舰加入了战场 南方军团仅剩下的几架飞机 也如下饺子一般往下掉 到此为止 城防军的指挥官史丹福 终于认清了现实 他的手下根本没有做好反登陆作战的准备 而联盟的这次进攻却是有备而来 如今天空中的战斗已经分出胜负 南海联盟的剑炮也怼到了港口的边上 如果他继续在港口去死磕下去 很快他手上的两万个弟兄都得打光在岸边上 一番挣扎之后 他最终下令 让各部朝着北部城区的方向撤退 那里是永夜港军事设施最密集的地方 修筑有大量的混凝土工事 不但有充足的补给 而且还可以有效抵御航空炸弹 以及舰炮的轰炸 当然 最关键的还是重整旗鼓 虽然永夜港的城防军只有两万余人 但在籍军事人员却有近十万 这些人并非永夜港的当地居民 大多是来自其他殖民地 以及南方军团本土 虽然他们的编制不在这儿 但若是集结起来 也可以成为一股可观的作战力量 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后 正在前线与联盟交火的城防军士兵 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支援火力的掩护下 有序地撤离了战场 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 联盟基本已经控制永夜港 临近海岸线的大部分主要城区 并将军团的抵抗力量 压缩在了北部城区 以及卡特诺德监狱以北的大片 名为黑水巷的贫民窟 与此同时另一边 企业的登陆舰终于靠近了码头 一群跃跃欲试的小伙子们 在忍受完长官滔滔不绝的废话之后 终于双脚踏在了坚实的陆地上 然而 当他们上岸之后 却是无一例外地傻了眼 别说什么五个师的反攻了 他们甚至连一个南方军团士兵的影子都没见着 看着这群傻眼的小伙子们 扛着一柄炼锯的午夜杀鸡走到了他们面前 爽朗一笑说 你们来得还是挺及时的呀 就是不太巧 唐风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忍不住问道 南方军团的五个师呢 午夜杀鸡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 哈哈笑了笑 下次一定给你们留点 下次一定 如果忘了 就当他没说 黑水巷 一栋不起眼的民房 坐在一台电报机前的煤塔 正对照着手中的纸稿 一丝不苟地拍着电报 将当地情况报告给远在婆罗行省蛇州地区的上限 今日5时12分 联盟陆军部队已在永夜港成功登陆 当地驻军已被驱赶至北部城区 与黑水巷一带归缩 据联盟遭遇核打击 并宣布战争动员之日推算 从其后勤调度 到人员登陆前后不过一周时间 此效率着实令人震步 完全颠覆了我们此前对其战争效率之分析 除联盟本土完成动员之外 南海联盟在战争中的表现 更是完全任其拆遣 而远东企业亦在联盟宣战之后 同一时间发表战争宣言 落下行省猪王国亦有所响应 其不止硬实力令人震步 软实力同样令人震步 如果非必要 定不可与之发生冲突 哪怕冲突不可避免 也应小心不触及底线 另 参考联盟在进驻巨石城之后 执行的一系列举措 我判断 其可能对永夜港采取类似行动 通过速整治安 扫黑除恶收买人心 届时黑水象 必定掀起一轮腥风血雨 因此我擅作主张 将二十吨货物 悉数沉海销毁 并则令下线各级组织保持静默 潜伏下来以待时机 发完电报之后 梅塔尝出了一口气 将电台藏到了床底下的暗格 同时又从暗格中取出来一只巴掌大小的木匣子 这只木匣子里面放着一些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还有一些他从婆罗行省带来的私人物品 比如家人会的小册子 比如圣雄扎伊德的照片等等 想到在蛇州的美好时光 梅塔依依不舍地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最后跪在地上给他们磕了一个 然后毅然决然地掏出打火机 将他们一把烧了 光明与阴影总是如影随形 有人站在阳光下 就得有人承受阴影 这些东西留着是个隐患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会都是如此 然而此时此刻的他却并没有注意 这一幕完全被站在门口的属下看在了眼里 看着老大竟然烧了圣雄大人的照片 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屏住了呼吸 他是来送文件的 却没想到看见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一幕 一番挣扎 他最终没有吱声 只是偷偷地拍了张照片 然后便克制着狂跳的心脏 漠不作声地从门边退开了 把柄 他抓到上司的把柄了 同一时间 临近港口的城区 一对身披K杠石重型外骨骼的 丛林兵团玩家正在巡逻 当队伍行进到海岸边上的时候 一名玩家忽然停住了脚步 脱离队伍蹲在了护栏前 盯着海面上一只只翻了肚皮的鱼 他百思不得其解地嘟囔了一声 怪了 带队的小队长走到了他的旁边 瞧着这家伙的后脑勺问道 什么怪了 那玩家指了指海面上的鱼 纳闷地说道 你瞧 这怕是得有好几万条了 我寻思咱们上岸的时候也没炸鱼啊 为了避免平民的伤亡 也为了能在肉搏战中杀个痛快 他们甚至连剑炮都没怎么用 碰到的装甲部队 基本都是交给飞机去解决的 那队长表情微妙地看了这家伙一眼 这有啥好奇的 不就是几条死鱼 好吧 好像不只是几条 他抬眼瞧了一眼那起起伏伏的海 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只见一条条翻着肚皮的海鱼 在浪花间连成了一片 而且模样千奇百怪 什么形状和颜色的都有 不过他毕竟不是钓鱼佬 能认出来的却没几条 是挺怪的 有人垫鱼 不过这好像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是吧 我怀疑这里面啊 搞不好有什么知性 说着的同时 蹲在海边上的玩家 好奇地伸出手 拨动了一下最近的那条鱼 想看看这群翻肚皮的小家伙 还活着不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食指刚摸到那滑腻的鱼鳞 那条翻肚皮的鱼 却像睡醒了似的一个机灵 扑腾着尾巴便向他射了过来 那玩家被吓了一跳 连忙起身躲开了那咬向自己鼻子的鱼唇 却还是被那湿漉漉的尾巴 甩了一身的鱼腥味 卧槽 这鱼他们会飞 看着那条躺在地上 死命扑通着尾巴往街上游的鱼 那玩家的脸上顿时浮起了 发现新大陆的表情 这家伙好像不知道自己是条鱼 居然想学着人走路 也往那街上去挤 然而站在一旁的队长 却是打起了哈欠 对自家队员的新发现 彻底失去了兴趣 这他们要是能有知性 我跟你姓 他的话音还没落下 他浮在海面上的万千条鱼 而呼的一瞬间醒来 在整齐话音的扑腾声中 啪啪地跃出水面 如同下雨一般落在了岸上 他们就像怀着某种使命感一样 抑或着将自己想象成了 某种岸上的生物 从那令他们感到窒息的大海 一跃而出 刹时间的功夫 数百米宽的海岸线上 便扑腾了上万条鱼 他们奋力地呼吸 但没多久便吐光了嘴里 最后的一枚泡泡 强壮的鱼最先死去 最后是巴掌大的小丑鱼 再然后是龟缩在缝隙里的小虾米 亲眼目睹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不只是岸边上巡逻的玩家们愣住了 就连躲在小巷子里准备打黑枪的南方军团残兵都愣住了 带队的队长愣愣地自言自语了一句 正打算将这的情况汇报给鸡兄 却瞧见一群婆罗人不知从哪跑来 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他们大多是这附近的码头宫和洗衣宫 也有一些是被威兰特人的渔场雇佣的渔民 他们的手中有的拎着木桶 有的拎着鱼网 连锅碗瓢盆都拿了出来 快 鱼还活着 别抢我的网 那是我的 妈的 别当老子盗 这条我看上了 你们谁敢抢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海岸边便挤满了快乐的婆罗人 他们挑挑拣拣 吵吵闹闹的场面 热闹的就好像过节一样 虽然平时都很怕死 但逢到有便宜可占的时候 他们反而又不惜命了 兴许是想起来自己是联盟的盟友 兴许是想起来这群高尚的家伙 从不对手无寸铁的人动粗 也兴许是想到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 让他们一时忘记了现在还在打仗 这么多的鱼够吃好几天了 等等 你们先别抢 卧槽 你们就没有一个人觉得 这鱼脑子有问题吗 那队长哭笑不得地喊着 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看着被轰抢一空的鱼 最先触发支线的玩家张大了嘴 好一阵子没有言语 妈爷 这NPC也太真实了吧 发生在海岸边的小插曲 并没有影响整场战争的进程 截止到正午十二点 永夜港各个城区的战斗基本结束 南方军团进两万城方军和十万余军事人员 在史丹福万夫长的命令下 全部撤往北部城区 准备重整旗鼓 再与联盟争夺永夜港的控制权 然而在得知凯旋城已经陷落 企业已经向南方军团宣战 等等一连串的消息之后 包括史丹福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士气 都跌入了谷底 与此同时 包括西北部城区在内 所有城防军撤走的区域 都落入了联盟的掌控之中 虽然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藏在城区中 伺机向巡逻的玩家们开火 但那些零零碎碎的枪声 并没有形成气候 很快便被扑灭在了街上 原本午夜杀鸡等一众丛林兵团的玩家们 还做好了打一场治安战的准备 结果这场治安战压根就没打起来 这儿的大多数威兰特人都记得 这些城防军曾经做过什么 因此 当这些南方军团的走狗们 试图获得其他同胞支持的时候 那一双双看向他们的眼神 只有失望和嘲笑 早知道会变成今天这副鬼样子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而对于威兰特人远征军的士兵 永夜港的居民几乎是用欢呼声 将他们迎进了城里 尤其是他们曾经战斗过 抗争过的西北部城区 人们甚至将香花摆在了道路的两侧 表示了对回家的同胞的欢迎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 一名背着LD-47步枪的威兰特人老兵 朝着路边的窗户喊道 布莱茨 你个昏秋还在这儿 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 已在窗户边上 朝着站在街上的那个老兵 笑着说道 我哪儿也不去 得有人记得这条街上发生过什么 倒是你怎么换成联盟的兵了 那老兵的脸上带着自豪的表情 我说过 老子会回来的 该管的是提眼 和他倦养的猪罗们 不是老子 看着他那熊样 依靠在窗边的老头 咧嘴笑着 向他挥了一下食指 像你知性 对了 费力呢 那家伙过得还好吗 那老兵撇了撇嘴 他老了 老的只会放嘴炮了 说什么要不是得了关节炎 一定来陪着我们胡闹 老人笑着说道 像是他会说的话 所以这个怂货还需干他的老本行 没有 他不把弄那些金镯子了 和一个从新大陆来的家伙 搅合到了一起 开了间银行 那伙计也是个好人 多亏了他 我们上了岸才有房子住 看着老朋友仰着头聊天怪费劲的 老人拍了拍窗帘 朝着他喊道 咱们也别隔着窗户聊了 上来我家里说吧 我开瓶好酒 听到这句话 那威兰特人老兵连忙摇头 那可不行 我们长官 不让我们进平民的屋子 听到这话 老人傻了眼 老朋友的邀请都不行 纪律就是纪律 任何理由都不行 得空了再聊吧 撂下这句话 那个老兵打了个告别的手势 随后便回到了队伍里 不远处的街边 看着那和谐友好的一幕 企业第一百山地师的营长 做了一口地精科技的瑞克武 眯着眼睛笑了笑说 他们挑选了个好时候 站在他旁边的副官 偏了一下头 什么好时候 在黑夜即将结束的黎明之前 想受够了废土纪元的威兰特人 伸出了援手 但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让威兰特人自己 来完成了最后的解放 那营长咧了咧嘴角 或许废土纪元真的要结束了 如果说开拓者号的启航 只是让他看见了黎明出现的征兆 那么此刻 他已经看见了那一抹 浮在天边的曙光 这时候 远处响起了广播声 看来丛林兵团的弟兄们 已经成功拿下了广播战 并且让那儿发挥了作用 永夜港的幸存者们 我是联盟丛林兵团的兵团长 一个星期前 你们的军团长提尔 在我们的家门口 引爆了一枚核弹 而这就是我们带着家伙 站在这里的原因 不过不用害怕 我们和威兰特人并没有仇 我们对你们的土地 也不感兴趣 等到我们逮到了罪魁祸首 我们立刻就会从这撤走 我相信不止是我们 你们也一定受够了 那个胡作非为的魂球 如果你们愿意和我们并肩作战 我们欢迎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 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也不会强求 只要别干傻事 和方长老兄不同 鸡兄不但会讲那么多漂亮话 兵团里的其他弟兄 也都是以闷骚居多 不过该说的东西他还是说清楚了 毕竟论坛上的弟兄们 也会帮他们出谋划策 比如和当地居民约法三章 再比如八项纪律 三大注意什么的 以及如果发现有哪个憨憨违规 如何检举等等 除此之外 他还呼吁永夜港社会 各界的有识之士站出来 共同肩负起重建秩序的任务 不只是威兰特人 这其中也包括生活在黑水巷中的一族们 和当初在猎鹰王国时一样 他们会从行业中选拔行业代表 然后在秩序恢复之后 将地方政权交还到当地人民的手中 虽然他话说得很直白 甚至于毫不委婉 但其中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 那便是 他们不是以征服名义来到这里 而是以解放的名义 而在听过那红亮而朴实的话语之后 一张张忐忑的脸和害怕的眼睛 也终于变成了将信将疑 这已经足够了 午夜杀鸡并没有幻想过 自己一番嘴炮 就能让当地人完全信任自己 时间会证明一切 他们的承诺不只是承诺而已 就在广播反复播放的同一时间 一群鹤枪实弹的士兵 包围了总督府附近的医院 他们是威兰特人远征军第一师 康德营的士兵 为了纪念康德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至于他们的营长 则是提议成立威兰特人远征军的库鲁安 那个瘸了一条腿 后来又辞职了的永夜港海关 值得一提的是 在得知他打算返回战场之后 亚尔曼慷慨地捐赠了一支仿生学一体给他 现在的他不但腿已经不瘸了 而且能轻松跳起来三米多高 如果有那个必要的话 此时此刻 他正跟随着一位永夜港热心市民的脚步 走到那医院的门口 那位市民是一名威兰特人 一边走还一边热情地向他介绍着 就是前面了先生 我估摸着应该就在医院的地下室 那里有扇从来没用过的门 应该就是地下掩体的入口 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医院大厅 库鲁安侧着脸看向他问道 你确定 我确定 挺着红彤彤的酒糟鼻 男人一脸自豪地说道 我亲眼看着亚辉从外面跑进去 跟在他旁边的还有威洛比万副长 你要是永夜港居民 肯定知道他俩是谁 尊敬的总督先生和卫书队队长 站在库鲁安旁边的小伙子吹了声口哨 咧嘴笑着说 我可不会忘了这帮魂球 他们还配不上魂球 顶多算是魂球的走狗 库鲁安将手中的步枪上膛 朝着身后的弟兄们挥了挥手 抓活的 是 听着头的命令 一群被兰特人士兵的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大不留心地迈过了那扇门 总算能和这帮狗日的算账了 之前受了那么多的恶气 此刻他们心中别提有多爽了 就在这帮士兵们进去没过多久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和几声砰砰砰的枪响 地下室里煞时间便回荡了杀猪般的求饶 我投降 别杀我 被两名士兵一左一右架着胳膊 灰头土脸的亚灰被从医院里拖了出来 而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同样灰头土脸的威洛比万副长 和亚灰相比 他的模样明显更惨一些 腿上还冒着喜 或许是想在总督大人的面前表现一番 吃错了药的他 竟然还想着拔枪抵抗 不过他的上司明显比他实实物得多 枪声一响便喊了投降 看着这两条死狗一样的家伙 库鲁安的心中没有半点同情 只觉得嫌弃 站在了洒满阳光的街道上 威洛比万副长抬了一下头 终于用那双清肿的眼睛看清了库鲁安的脸 他愣住了许多秒 接着将眉头皱了起来 从嘴里挤出一句半死不活的话 你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库鲁安点了一根烟 不慎在意地随口说道 可能是在港口上见过吧 听到这句话 威洛比的瞳孔缩成了一个点 死死地瞪着他 从干裂的唇缝里挤出来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背叛元帅 这句话我得还给你 你们为什么要背叛元帅 库鲁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就像在看一只臭虫一样 被那双眼睛看着 威洛比只感觉被抽空了浑身的力气 平日里的官威竟然使不出来半点 只是面红耳赤的争辩 我 我背叛 我什么时候背叛过元帅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 当你将枪口对准威兰特人的时候 当你成为权力手下的一条狗的时候 威洛比气得嘴唇发白 想抬起手指向他 却被一旁的士兵死死地按住 根本动弹不了 你不也一样吗 做了联盟的狗 随便你怎么说 你可以说马和驴子都一样 这是你的自由 压根懒得和这家伙争辩 库鲁安将抽完的烟头丢在了地上踩灭 卡特诺德监狱 该管一些真正的犯人们 而不只是一些交不出罚款的一族人穷鬼 永夜港的居民 记得你做过的每一件事 等我们商量完以后的规矩 自然会用法律来收拾你 从地下掩体中被带出来的 不只是亚辉总督与威洛比万夫长 还有总督府与卫戍队的一众官僚与工作人员们 库鲁安并没有为难他们 只是把他们分别安排到了不同的房间 让他们老老实实默写自己的履历 现在担任的职务 以及平时对接工作的同事 这不仅仅是联盟那边的要求 同时也是后者在金家伦港实践过的经验 永夜港的秩序还需要这些人维持 而他会从中挑选出值得信任的那一部分 帮助当地居民从旧政权向新政权过渡 至于交给他一个营长来做这件事情 他觉得一方面可能因为他是本地人 再一个则是联盟表示对他的信任 不过库鲁安倒不在意什么信任不信任的 反正等这场仗打完了他就会退伍 将工作安排下去他只感觉一身的轻松 他的副官将胳膊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哎总算把亚辉和威洛比那对魂球给送进去了 你现在是不是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 库鲁安淡淡地笑了笑说 大仇得报还早着呢 杀死康德的并不是那两个魂球 而是站在他俩背后拎着狗链子的人 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 永夜港只是他们解放的第一座殖民地 而后面等着他们去解放的殖民地 还有二十个覆盖大荒漠西海岸 总共二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乃至南方军团的本土 包括亚文特城在内的十七座聚居地 这些账必须和南方军团彻底地算清楚 暂时告别战友 库鲁安独自一人前往了西北部的城区 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 同时也为了感谢联盟 并没有对这座港口展开大规模的轰炸 当地人将鲜花放在了街道的两侧作为暴打 从街边捡起了一束象征着荣耀的玉金香 库鲁安走到广播站的门口 轻轻放在了敞开的栅栏门旁 我回来了 威兰特人从不会放弃自己的英雄 哪怕彼此素不相识 留下花束的库鲁安微微点头致敬 紧了紧背在背上的步枪 随后便转身离开 融入了身后那片 沿着街道不断延伸的西洋 或是街道不断廓伸的西洋